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大家好,我是碧秀 今天我们先来看地面天气图 美雨季节就是 极地大陆冷气团的势力范围 逐渐的减退 热带海洋气团逐渐增强扩大 那么两个气团交界面 正在台湾和附近海面徘徊 就是这一道的美雨封面 给我们带来降雨 预计影响到星期五 从风场的观测图来看 南方的暖空气吹上来 遇到冷空气产生对流 那么封面影响期间 就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 偶尔会伴随雷击或者强震风 请留意天气变化很快速 所以雨距一定要准备 但是这一波的封面结构比较松散 主要对流发展是在海面上 至于在台湾陆地的降雨 空档会比较长 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可能有感觉到 下雨的时间短雨势强 像是今天雨量累积比较多的地方是在东北部 新北平陵区翡翠水库一带 还有宜兰头城 今天是已经超过了120毫米了 不过今天晚上这些地区气象署就提醒 要注意大雨几乎都是在山区还有南台湾 有可能时雨量40毫米以上 或是24小时累积80毫米以上 尤其是台东山区雨量有机会达到豪雨等级 越晚越要流星 生活方了密想定你要来告诉您 由于整个四五月台湾地震多 那么现在没雨来了 在山区的朋友请提高警觉 还有短时间雨势强可能会影响驾驶视线 尤其是高速路段 行车请减速慢行 在空气品质方面 下雨有洗除作用会稍微好转 气温的感受上 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会稍微闷热一点 但是大致上都觉得舒适 接着来看明天详细的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